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做Fee Chan 拍攝的日期是3月21日 今天和大家拍片 我覺得有點陌生 因為過去我都會和大家分析出一個原因 了解發生什麼事 但今天要講的主題 你問我 我真的不能夠很完善的和大家解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措施 基本上 最新公佈的防疫措施 特首林鄭月娥都是照單全收這幾天 各個所謂的專家的意見 我都會逐一和大家說 另一個令人熱意的話題是特首選舉 最新更有一名女將宣布出戰 她的背景相當神秘 而且她的行為相當奇怪 我都會和大家說 也從中分析出一些特徵 希望和大家分享 之後會兵分三路說黑暴餘孽的最新搞作 有還未死心的行動派 他們黑暴就叫做勇武派 而我們就叫他們無用派 也有走了佬著草的政棍 和坐牢的攬炒牌政棍 他們的最新情況是怎樣 我都會和大家逐一說 最後會說一下國家給我們的重要警示 我們國家主席習近平 警示有顛覆性影響有機會發生 我都會和大家說 在開始前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我曾經在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喜歡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 華波聽你的看法 也希望可以把影片廣傳開一去 讓大家知道 旺媒和藍色派人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手抵抗著小黃人 入到我的影片到惡意攻擊 意圖領導影片下架 所以希望大家一路看影片一路 讚好和留言 支持我的更加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和我們一何之隔的深圳 今天就完成了全民強檢 也開始復工了 深圳官方在昨天3月20日晚宣布 在高質量完成三輪的全員核酸檢測後 深圳已經初步實現了社會面動態清零的目標 全市疫情的形勢總體來說是可控的 今天也就是3月21日起 全深圳市會有序地恢復社會生產和生活秩序 除了福田區部分區域 因為防控形勢仍然比較嚴峻 仍然要封閉管理之外 深圳的公共交通工具會全面恢復 餐飲堂食也會按照五成的限流開放 也會全面加強社區小區 城中村遺合管理 也會需要憑48小時的核酸檢測證明出入 我們看到深圳市7天完成了全員核酸檢測 也初步實現了社會面動態清零 一何之隔的香港又怎樣呢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天主持政府高層的例行記者會 宣布多項防疫抗疫措施的調整 當中最矚目的都莫過於宣布全民強檢的最新安排 林太宣布暫緩全民強檢 照單傳收一班所謂的專家 特別是原專家的意見 大家可以看看我昨天的這條影片 其實全民強制檢測胎死腹中有先兆 一個星期前林太就說全民強檢不是優先的項目 他也說到全民強檢的規模很龐大 不會是因為自己曾經表明過 三月份推行全民檢測就會畏造而造 他說都會因應疫情的最新發展和變化再作決定 然後一個星期前深圳助言起行 封城救人 林鄭就說香港不能夠和深圳比較 就說現在沒有這個能力去做全民強檢 之後更加放了所謂的專家出來 就說全民強檢的最佳時機已經過了 有這有路 大家看我昨天的影片就知道 而林太一直都很聽這班專家的意見 所以其實都心之不妙 你問我全民強檢告吹 我就覺得一點都不驚訝 反正特區政府抗疫 說得好聽點就是因時制義 說得不好聽就是朝令夕改 也不是第一次 2月中我們習近平主席作出三個一切和兩個確保的防疫抗疫指示之後 也都派出了防疫工作組來到香港支援我們 林鄭當時立即改口風 就說原則上不反對全民檢測 之後更加有全民就說會在3月26號進行強檢 林太也都說到會以身份證作為分流 也都委派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偉去負責 曾國偉就是紀律部隊出身 之前是做入境處 所以有動員能力 任內都處理過身份證的換令 當全民強檢逐步準備好 市民也都走了去超市積穀防機 準備組全民強檢之際 連電視城都封城作準備 臨近3月26號 林太現在就說不做 林太究竟舉出什麼原因 林太就說引述了專家的意見 就說現階段不適宜將有限的資源 大量投放在全民核酸檢測 他又說到內地專家也說到 我們香港社區組織的能力比較弱 很難可以突自全民篩查 他就說躺藥時機合適 具備條件的話 就會再考慮 用不需要重啟全民強檢的計劃 林太就說全民檢測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 過去一個月已經是有細化的方案 亦都評估過所需要到的人力物力和場地 一旦推行的話 就會是前所未有那麼大規模 林太就說都要有一定的限制人員流動配套 那就是要有禁足的方案 而現在特區政府就是做不到 所以就不做著 但是林太也留了一條尾 他就說特區政府會繼續分析研判疫情 在適當的時機 具備條件的時候就會再作考慮 簡而言之 就是承認執行能力差 所以做不到全民強檢 樂觀點去看 我就覺得 對政府來說都是一個進步 對林太來說都是一個進步 因為力行更負人 知恥更負勇 努力實踐過接近於人 知道羞恥的接近於勇 我是樂觀正向的 這樣想我相信都會開心些 因為回想之前 林太一直就是反對做全民強檢 而他的原因不是評估過特區政府能力有限 林太之前就是否定全民強檢的成效 就說全民強檢是沒有用的 他就舉出2020年做普及檢測的例子 就說只有178萬人參與 成效低 就不及他的污水檢測 我當時都有質疑過他的說法是否準確 大家都可以看我之前的這條影片 而我當時就分析 不做全民強檢 就不是因為全民強檢沒有用 是因為特區政府沒有能力做 大家看了這條影片 就可以預先知稱原因 所以樂觀正向這樣看 特區政府終於可以誠實地面對自己 今天的記者會上 林太除了宣佈不做全民強檢之外 也宣佈檢討在2月20日推出 原定延續到4月20日的一系列防疫抗疫措施 主要是源於疫情的變化 確診的數字都逐漸平穩 也包括在過去四個星期 在採央站得出的確診個案 污水檢測結果和病毒傳染力 也有所下跌所致 林太就說如果疫情沒有反彈 即將會在4月20日起 分三個階段三個月 去放寬現在的社交距離措施 也說到會保持進入住所 要使用到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症 第一階段是重開健身中心和體育處所 禁聚的人數會放寬到四人 晚室堂食也會重新開放 也會維持到晚上十點鐘 這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階段是基本上 所有表列處所都會重新開放 餐廳會放寬到八個人一台 也會放寬到時限到晚上十二點 酒吧酒館也會重新開放 泳池泳灘也會開放 而戶外運動也不需要戴上口罩 這是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基本上將社交距離措施全面放寬 即是保留要口罩令和疫苗通行症 除此之外 4月1日起 林太會取消九個國家禁非令 林太說禁止九個國家 也就是英國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法國 印度等等 航班來到香港的措施 已經不合時宜 他說這些國家的疫情不讓香港差 簡單來說就是比香港好 而且大部分由當地來到香港的人士 都沒有病症 若然特區政府繼續設置熔斷機制 就會為滞留在外國的港人帶來困擾和焦慮 他說香港對入境者的防疫要求 比本地確診者更嚴格 會影響到香港的營商環境 但我有個疑問 林太這樣做 不要說影不影響到營商環境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和內地通關 令我們和內地通關變得更遙遠 他說香港居民只需要完成了接種新冠疫苗 就可以登機 而在起飛前的48小時核酸檢測程陰性 來到香港就需要接受14天的檢疫 政府到時會在機場派發抗疫包 若然有關的人士 在第6和第7天的快測都是陰性 就可以提早完成檢疫 即是只需要接受7天的監察就可以了 而這一點也是原專家近日力推的 有關學童方面 林太宣布小學和國際學校 即將會在4月19日恢復面秀課堂 而中學會在文憑市開口才復課 原本提早放暑假投奔初下 網上課課堂也停了 就是為了準備全民強檢 如今一班學童真的無語了 所以這些防疫措施真的解釋不到 我也盡力去解釋 林太還說不會強迫學童去打針 萬一再爆發疫情的話怎麼辦呢 總括林太今日的最新公佈 就是暫緩了全民強檢 還有有一系列的放寬措施 但是我自己都期望林太可以提出一些 如何去壓止疫情的措施 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組長梁萬年早前提出 當前我們疫情最優先的就是三減少 減少感染、減少重症、減少死亡 究竟最新的防疫抗疫措施 有什麼是就這三個減少而做到的呢 我期望不是只聽到怎樣放寬 有什麼給我們期待 當然這是好事 但畢竟現在我們的疫情 都是每天過萬宗的新增確診 就算說放寬也好 都要有些預案怎樣去防止 放寬措施之後會引來反彈 我建議至少都要有安心出行實名制的配置 去追蹤用戶的行程 以及幫助索源追接病毒 也都應該要參考內地設置三色馬的模式 將風險等級自動去做一個評級 令到就算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之後 再有感染的話 都可以追查得到、控制得到 否則4月21號起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之後 很可能就會出現第六波的疫情 而且第六波和過去五波的疫情一樣 都是追查不到、控制不到 不單止疫情再度爆發 也會令到5月8號舉行的特首選舉 又再次選不到 除非令到特首選舉 不能夠如期在5月8號舉行 就是今期防疫抗疫措施的目的 雖然5月8號舉行特首選舉 是目前政府唯一的方案 但有什麼意動都不是沒有備案 雖然特區政府說 若然要再押後特首選舉 就要引用到緊急法 但人大常委譚耀宗 前幾天回應了查詢 如果要再次押後特首選舉 這就不是特區政府的能力可以處理得到 譚sir說如果有變化 中央就會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規定去處理 但譚sir說暫時不清楚相關的安排 如果按照5月8號舉行特首選舉的日期 提名期就是由4月3號開始 雖然未知道會不會延期 但至少已經有兩個人表態參選 除了有藍營KOL、閃國琳、閃師傅 也有前民建聯成員胡西全 最新更加有一名女將宣布出戰 她是一名李志嘉的女士 據報近日去信選委爭取提名 更加附上一份長達37頁的政綱 我雖然是選委 但我暫時未見到她的政綱 01就報道說李志嘉 開宗明兒說自己是特首參選人 她說她有強烈的使命感 帶領香港砥礼前行 希望令香港市民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 她說希望香港市民不要再焦慮和迷惘 她的信中更加提出八大政綱 包括加強精神文明建設 推動香港民主發展等等 不過這個人都相當神秘 01試過打電話給她 她雖然承認了向選委發信 計劃參選特首 但明明都要選特首 都要曝光 都要爭取媒體的關注度 但她就向香港01的記者 說了很多次她不想說太多 可以說這麼低調去參選 已經夠奇怪了 然後我就上網搜尋一下 就說這位神秘女子李志嘉的消息 可以見到非常神秘 在Google只有寥寥可數的60個搜尋結果 大多也不太有用 唯獨是有一則的新郎新聞 我想和大家分享 在2006年 標題是華僑大學班 林秀華香港學生獎學金 46港生獲獎 內文說來自香港華僑大學建築學院 2002級學生李志嘉 激動地從華僑大學董事兼副秘書長 香港立法會議員蔡素玉小姐 手中接過林秀華香港學生獎學金的獎狀 2006年蔡素玉是時任的立法會議員 如果真是這個李志嘉 就多了幾項的資訊 第一 他在內地讀過大學 第二 他有建築學系的專業 第三 他有顯客的學歷 因為根據白道 華僑大學校本部位於福建省全州市 直屬中央統戰部領導 就是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設立的中央部屬高校 由中央統戰部、教育部、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建設 也是一間綜合性大學 被中共中央確定為國家重點扶植的大學 可以聽到一點都不簡單 第四個資訊就是 一般入讀大學大約19歲左右 根據資料顯示 如果這個就是李志嘉的話 2002年級學生 我問過內地朋友 就是內地的術語 意思是2002年入學 當華僑大學建築學系 就是它的第一個學位 即是李志嘉在2002年是19歲左右 即是有可能是39歲 今年僅僅40歲 除非華僑大學建築學系 就不是它的first degree 這樣就毫無問題 如果是first degree 很大機會 僅僅40歲 可以參選特首選舉的門檻 第五點就是 2006年還在內地讀書 都有一個疑問 因為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第13條 任何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中國公民 沒有外國居留權 年滿40歲 亦都需要在香港 通常居住連續不少於20年 才符合到參選特首的資格 02至06年在內地讀書 符不符合在香港通常居住 連續不少於20年 這也是一個疑問 不過 都可以和大家大概分析出五個特徵 當然我都不是說表態支持誰 提名期還未開始 真是言之常早 我早前因為到聯合國邊會發現 央視訪問我 問我如何看待接下來的特首選舉 如何去履行自己的職責 上年七月夏寶龍主任說出五個善譽 第一是立場堅定 善譽在治港實踐中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第二是擔當作為的愛國者 善譽破解我們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問題和矛盾 第三是為民愛民的愛國者 善於為民眾辦實事 第四是有感召力的愛國者 善於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 第五是有責任心的愛國者 善於離職盡責 兩會期間夏寶龍主任最新說到五有 即是有情懷有格局有擔當有能力和有作為 要符合五個善譽和五有才能有資格問頂特首之位 我覺得有擔當有能力和有作為 都是要作為一個立場堅定 擔當作為的愛國者 其中一個要素就是要有能力對抗黑暴漁業 不要再令香港成為我們國家安全的破口 因為實在還有很多黑暴漁業蠢蠢欲動 黑暴漁業死而不疆 試圖用不同的途徑繼續散播和煽動仇恨政府的言論 和煽動市民去抗拒政府的防疫抗疫政策 亦都拒絕去打新冠疫苗 我們警方的國安處在昨天下午 在尖沙咀採取了執法行動 拘捕了一名59歲自稱是格鬥教練的男子 和他62歲的女助理 他們涉嫌違反了香港法例第200章 刑事罪行條例第9和第10條 作出具煽動意圖行為罪 被通宵扣查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9和第10條 任何人作出或企圖作出煽動意圖作為 發表煽動文字 刊法煽動刊物 一經定罪可以判處五千元罰款和監禁兩年 其後定罪可以判處監禁三年 而煽動意圖包括意圖引發對香港政府和香港司法的憎恨 意圖煽惑他人使用暴力 意圖慫恿其他人手法 警方根據法庭手令 搜查了位於尖沙咀區內的一個用來做格鬥訓練的共享活動空間 檢走了一批涉嫌和案件有關的物品 包括有煽動仇恨的海報 大家可以看到寫著獨立的獨字 也是英文有liberate 即是解放香港的意思 警方也檢走了用作發布煽動意圖訊息的電子通訊器材 另外也有一批刀劍武器 很明顯是一個黑暴的武器庫 警方也向當時參與格鬥訓練的四名人士 包括三男一女發出涉嫌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599G的定壓罰款通知書 據悉他們都是無私學員關係 現場是尖沙咀柯士甸道33至39號倉德樓的一個處所 據知攝氏的武館叫做集英陽武堂 自2019年爆發黑暴以來一直都強調要勇武救港 也都強調大家要百讀不侵 他亦都在網上宣傳一個叫做殺鬼隊訓練班 揚言成為救人自救 成為敵人懼怕的戰士 更加明言 集英陽武堂就是希望可以幫助香港人 用到的字眼就是與黑暴預出一切 很明顯就是黑暴分子 其中一名被捕的人士更加在社交媒體說到 如果你是懷著搏一波的心態去打疫苗 求平安生活 你會身體出事 因為他說打完一二三針就會沒完沒了繼續打下去 他說會消滅你的抵抗力 亦會引發心肌炎等等毒素 作出很多煽動的言論 叫人們不要打針 更加重要的是 國安人員同時都檢奏了一批涉案物品 包括有涉及2019年黑暴當中所謂的爆眼淚的相片 不知道這個武器膚會不會和爆眼淚有關 相信都可能會從中可以查到爆眼淚的線索 黑暴期間 忽然之間一群黃人很熟手 好像軍事化一樣 很明顯就是因為事前有接受到軍訓式的訓練 之後一直等待適當的時機 在香港掀起暴力衝擊 提供培訓和物資裝備的很大機會就是西人 所以國安都要將他們一網打盡 俄羅斯總統普京對烏克蘭展開軍事行動 尋求將烏克蘭非軍事化和去激進化 有報道說烏克蘭激進分子已經將黑手伸去其他國家和地區 而兩年前更加有參與香港的黑暴活動 黑暴期間 也就是2019年的時候 大量受背後黑手煽動的黑暴分子 在香港街頭打窄燒 背後黑手也安排好所有文宣 在香港街頭播放烏克蘭2014年顏色革命紀錄片 美化顏色革命 煽動黑暴推翻香港以致中央政權 而烏克蘭顏色革命中崛起的激進組織 也有派代表來到香港 這個激進組織叫做亞束營 他們的成員以遊客和記者的身份在2019年來到香港 和黑暴分子在街頭一起參與搞事 更加有相片就是烏克蘭激進分子蒙著臉 一手握著拳頭 另一隻手握著一樣是蒙著臉的香港黑暴分子 可以看到他們這麼親密 他們的關係如何 相信都不言而語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一手握著在2014年烏克蘭的顏色革命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也是從2015年起 訓練烏克蘭的武裝力量 去對抗俄羅斯 美媒披露種種的跡象 烏克蘭的激進組織亞束營 都是美國訓練的對象之一 昨天被啟出的武館 都可以說是顏色革命的苗頭 有了國安法都這麼猖狂 真的不可以忽視 他們都是等著坐牢罷了 至於不想坐牢走路的黃人 他們都相當之猖狂 自從去年政府要求的一群的需要議員 和公職人員去宣誓的時候 不少的需要議員都自己辭職 又或者是被取消資格 有很多的需要議員都不只是心虛辭職 還更加選擇了要走路著草 曾經協辦初選票站 被廉政公署通緝他煽惑他人不投票 或者投白票的沙田前衰議員 邱文俊去年就走路去英國 近日他就分享和一群的衰議員喝酒聚會 其他的衰議員更加留言 說他們可以開一個所謂的流亡議會 亦有網民發現他們當中有不少是通緝犯 邱文俊在去年年中走路去英國 初時他都說到也不太適應到 曾經說過他身處異鄉 感到很寂寞 有時想不通都很想上高山那裡 一跳跳下來解憂 而他早前在Facebook上貼文 就說他和一群朋友一起慰勞聚會 喝酒 吹吹水 那張照片由邱文俊拿機自拍 當中有幾位衰議員 包括曾傑 劉家文 李天朗 何志宏等等 相信大家都不會認識他們 因為都是名不經傳的黃人 不單止我們正常人 我相信黃人都未必認得到他們 而他們一起喝酒 相片裡的劉家文 李天朗 都正正被廉署通緝中 因為他們都涉嫌煽惑他人 在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當中投白票或不投票 所以被通緝 而裁判法院都簽了通緝令通緝歸案 可以看回廉政公署的網站上面 都可以看到這幾名通緝人士 都被名列前茅地表起了 而日前 邱文俊曾經填文說過 他被通緝的事件 看到他們三個人圍住了一部手提電腦 電腦顯示了廉署通緝犯的頁面 他們三個指著電腦笑得很開心 而邱文俊更說自己在廉政公署的照片 被電腦拉到臉很長 他就問廉署可否幫他做英俊 英俊不英俊 樣子就長成 你應該問媽媽 如果不英俊的話 都沒辦法可以做英俊 都要有些自知之明 而同日曾傑也有貼出一樣的照片 還標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和廉政公署的Facebook帳號 就說自己已經是佈獲了三個香港的通緝犯 就叫廉署私信他 問問他怎樣交收 我們見到非常囂張 相信他們這一輩子都不敢再回來香港 不過我覺得他們都不開心得這麼早 因為一輩子流流腸 這麼早就要和家人朋友斷捨離 離鄉別井 相信他們也有排售 他們有他們佼佼鎮 而在監獄的攬炒派也不罷休 有非法初選的被告叫吳偉健 他就在社交平台的專頁提到 他自己已經被單獨囚禁了一年 他就只是疫情說自己單獨囚禁 他說明明自己一個人囚禁 但都確診了 說到自己好像被特別處置 而懲教處又踢爆35家非法初選 目前案件當中有34名被告被還押 當中有23名是單獨囚禁 其中有21個主動提出要單獨囚禁的要求 去獲得保護 原來他們單獨囚禁是因為心虛 因為害怕 所以主動要求 真是不知就嚇死就笑死 不知還以為他很厲害 是什麼頭目好兇 入到監獄都繼續搞事 所以就要將他單獨囚禁 原來是因為他們自己怕事 所以就自己要求要單獨囚禁 懲教處就說他們隨時都可以取消他的保護 恢復和其他在囚人士交往 另外有兩名因為感染了新冠病毒 所以就需要暫時隔離 處方就說一般不會評論個別的個案 但因為避免別有用心的人士惡意醜作 意圖去抵毀和抹黑懲教處誤導市民 所以特別作出澄清 懲教處就說會繼續以合法合情合理的原則 要去處理所有在囚人士 那些攬炒派都不斷搞事 不像他們所謂 希望他們就顛覆國家政權罪都可以得到重判 說到顛覆 習近平主席最近警示 顛覆性影響有機會發生 繼楊潔篪主任和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會晤之後 在3月18日晚上 習近平主席和拜登通話 內容和外界預料都不差太遠 講到中美關係 也講到台灣問題 以及烏克蘭事件 拜登說50年前 美中兩國作出了重要選擇 發表了上海公佈 50年後的今日 中美關係再次處於關鍵時刻 所以他願意重申美國不尋求和中國打冷戰 不會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去反對中國 不支持台獨 無意和中國發生任何衝突 美方也願意和中方坦誠對話 加強合作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有效地管控好競爭和分歧 習近平主席說 中美需要互相尊重和平共處 避免對抗 亦同意雙方在各個層面各個領域 都需要加強溝通對話 這是中美對彼此的基本態度 和之前的通話不差太遠 但對兩岸而言 真正的重點就是 習近平主席接下來了這段說話 習近平主席說 目前中美關係仍未走出美國上一屆政府製造的困境 反而遭遇到越來越多的挑戰 特別是美國向一些台獨分子發出錯誤的訊息 習近平主席說這一點是非常危險 他說如果台灣問題處理不好的話 即將就會對中美兩國關係造成顛覆性影響 他就希望美國可以予以重視 中美關係之所以出現目前的局面 直接的原因是因為美方沒有落實到中美兩國關係達成的重要共識 習近平主席的這番講話 和早前2月28號 王毅外長在上海公布發表50周年紀念大會的講話 是有很多的共通點的 當時王毅外長在講話的時候 率先表達了中美兩國大國對彼此的基本態度 雖然有分歧 但基於共同利益所以就會合作 然後話風一轉說到中美關係目前面臨建交以來 少有的嚴峻挑戰 很重要的是因為上海公布確立了的原則和精神 沒有得到切實的遵守 美方應該回歸一個中國的原則 也要確守對中國作出的政治承諾 承擔應該履行的國際義務 停止虛化屠空一個中國的原則 也不能夠縱容和支持台獨的行為 停止策劃以台制華的圖謀 說得白點就是對於現在被內地視為台獨的台灣政府 和美國有緊密的勾結 這一點我們國家非常警惕 也會很大程度令到中美關係增加了變數 就算美國一再表達一個中國的原則也好 但已經是虛化屠空了 即是停留在表面承諾 王毅外長當時也有說到 如果台灣問題處理不好 就會對中美兩國造成顛覆性影響 所以不難想像台區表面風平浪靜 但一直都有暗勇 雖然中美都不願意在台海出現意外 但當前美國想極力去壓止中國 而台灣當局對於我們中央政府有缺乏了解 所以習近平主席警示顛覆性影響 在敏感時間點不是不可能發生的 例如2023年台灣真正進入了他們省長大選的季節 而美國執政黨同樣在2024年面臨選舉 在這兩個敏感的關鍵點 2023年和2024年 因為一遇到選舉 相信都會有些波爛 台灣當局的選舉和美國選舉之後 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們國家對台海未來的預期 當前台灣是衝著以台制華的第一線 都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 台灣對於北京的判斷都是停留在 若然不宣布台獨 北京就不會採取進一步行動的層面 而台灣和美國就再緊密了 台灣和美國的關係再緊密都好 美國和台灣都不會宣布台獨 這一點就很值得台灣當局思量了 在20年前中美實力懸殊的時候 或者都會容許美國踩上心口 但如今我們國家和美國的實力差距進一步縮小 美國是以最大力的力度去壓止我們中國 若然在2024年 被北京列為環顧台獨的政治人物高票當選 例如賴清德 美國制華的聲浪又持續高漲的話 台灣很大機會就會有波動 我們祖國都在集拜會通話之前 都比過下馬威美國 根據路透社獨家報道 我們國家山東號的航艦 就駛過了台灣海峽 後面有一艘美軍驅逐艦美徐 我們看到中美的會談當中 台灣仍然都是核心的風暴眼 話題都來不開台灣 希望這次習近平主席的警示 就可以讓台灣人釋破美國這個棄子 正所謂棄子無情 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聽你的看法 也希望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知道和美同攬出海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如果未訂閱我陳詠欣的YouTube頻道 記得右下角是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看完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讚好 留言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陳詠欣 Jofie Chan 的YouTube頻道 按下C First 和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按下C First 和旁邊的鈴鐺 按下C First 和旁邊的鈴鐺